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爱返乡的陈英豪从未想过 当初购买了一块废弃农耕地 如今成为土库地方创生的重要基地 不管留乡或返乡的年轻人 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怎么样安身历命 怎么样生活 1931年在土库创立传承五代的致面场 岁月留下的痕迹在老宅标注印记 传承背后的意义意味着创新着实不易 要网路了 要怎么 我说你不要在那边说半日梦了 已经汗流浃背了 致面场第五代的谢雨琪 对于突破传统的高难度挑战 有深刻题目 我们在土库大家都知道 可是好像出了土库 没有人认识我们 曾经的土库是小台北 非常非常热闹 也有戏院 我觉得很多时候不是一个人 可以什么翻转土库 翻转哪里 没有办法 绕了一圈回来 就是家还是最无脑 土库当会压面线的招牌 是美食搜寻的关键字 吴尔夫是在地旅游业者 他在2019年提出 土库国际旅旅地方创生计划 产业创新概念落实街区经济发展 以打造国际小镇为首要目标 老师你要带我们去哪 我们要到我们土库很知名的 秋三角咖啡 是我们年轻人很棒的 年轻人开的 哈啰 哈啰 七年级生取成家 在疫情蔓延的2020年 回到故乡土库 想说这里的年轻人太少了 就是没有一个可以聚年轻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想说开一个咖啡 中正路和中山路是土库当年居多发展 最重要的两条街 而当地信仰中心宣天宫就位在最热闹的 中正路上 透过在地企业整合店面 营造街区的经济活动 进入促成土库青年 百姓的热潮 在不同的产业 文化不同的景点 其实我们建立起大家能够开口 说英文的这个习惯 这些老街的这些庶民的产品 创立于1899年的百年饼铺 是走读土库双语计划的第一个停留站 土库在地文化意涵 透过不同语言完整表达 他们强势翻转小镇新样貌 我希望我是个平台 用现代跟未来趋势的包装 回乡的年轻人 地方认同感一定要出来 下一个目标 是要找回所谓的城市光荣感 青年返乡创业 打造城市品牌 注入一股心血 对 看可不可以征召更多年轻人回来 土库的未来 小镇的创新议题 感动人心的每一篇故事 都有人文温度 华氏新闻李婉婷 徐森成 专题报导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 华氏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